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美股 而今天的主角就是Tesla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過去兩年裡面 Tesla的股價由幾十元升到過千元 然後市值也由幾百億美元 飆升到過萬億市值 在它一直升的過程中 很多人出來說 有泡沫 升得很瘋 很貴 其實實情是否如此呢?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我會先跟大家進入 它在這兩年的財務數據 去看回Tesla的股價表現 到底跟它整盤生意的經營是否符合 第二件事就是 我會告訴大家 Tesla那盤生意的理想 商業邏輯應該是怎樣 我們應該是怎樣去解讀它這個商業版圖 因為你懂得去解讀它這個商業版圖的時候 你才可以計劃到將來的Tesla 會變成一間怎樣的公司 而第三件事 也是今天最重點的地方 就是資本市場 為何會給它這麼高的估值 這個估值到底是否合理 現在還可以買入呢? 好的 我們立即進入主題 在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不做這麼多Tesla的背景介紹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Tesla就是電動車 我們先看看它整個財務數據是怎樣 它在最近前幾天公佈了它在2022年第一季度 或者剛剛過去的三個月的財務表現 我們先看看它最新的表現是怎樣 先看看這裡 第一個圖就是自動貿易 即是電動車業務相關的收益 你可以看到它在2022年的第一 Tesla1已經有168億美元的收入 你可以對比它前幾個季度 前幾個季度就是2021年那四個季度 看到嗎? 由90億、100億、120億、159億 到現在160多億 其實它是每一個季度 它的自動貿易都在增長 自動貿易其實包括了電動車的銷售 也包括了它的自動駕駛系統 另外還有一些管理貿易 這是什麼呢? 就是第二行這裡 管理貿易就是碳排放的一些權利 因為它本身是一家新能源公司 它可以幫助這個世界到節能減排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有少量這些貿易的收益 你可以當作碳排放權 如果它是污染的那些機構 就要付錢 而它是節能環保的話 它就負責收錢 OK? 所以自動貿易主要來自於三大業務收入 我們就看看它的 Gross Margin 即是它的毛利率 這其實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我們先看看它現在最新的季度 就是Quarter One的時候 它的margin竟然去到32.9% 你可以先看看它之前 我們先看看它之前是不是在升 它從2021年的第一季度開始 從26升到28升到30 然後現在是32.9 毛利不斷擴張 而且這個毛利率 為什麼我說它是一個很誇張的毛利率呢? 就是因為 如果你對比回傳統車廠的話 就是Toyota、福特、保馬、Benz等傳統車廠的話 它們大部分的毛利率 都是只有十幾% 有些可能只有十多 就是十一二% 而Tesla 它是有32.9%的毛利率 你在所有全世界任何所有整車的企業來說 這個毛利率 是完全吊打所有其他車企 OK? 另外呢 就是Toyota Revenue 為什麼有自動車和Toyota Revenue呢? 因為它除了整車之外 它還有少許其他的收入 最主要就是比如一些太陽能 或者它是一些超級充電器 但是其他業務 因為你看它的佔比不是很多 它總收入是187億 只是賣車那邊也佔了168億 所以今天我主要集中蝙蝠去跟你說電動車 你說太陽能 或者超級充電器那些 那些我就不通過了 因為要通過的話 整段片就會很長 OK? 然後你看回它 如果是整盤生意 你來看它的價值 都是去到29.1% 這個真的很誇張 你要記住 其實如果你在整車裡面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它是一個製造業 但是製造業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本身大部分製造業的價值都是很低 對不對? 就是 因為製造業就是製造業 製造業本身的margin是低的 哪些才是高margin? 就是一些服務業 服務行業的時候 可能他們那些 因為他們中間的固定成本比較低的話 他們的margin才會高一些 但是Tesla竟然可以在製造業的行業裡面 它也可以做到30%多的margin 其實是非常誇張的 一會兒我會解釋給你知道 為什麼它可以有這麼高的margin OK? 好,我們就看下一張 這裡它寫了給你 就是說 為什麼它的收益和利潤都會提升呢? 我括了一個重點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這裡 Growth in vehicle delivery 就是說它新車的交付量 交付量 就是有人買完之後 你也要交部車給別人 交付量就開始上升 交付量上升也必定要伴隨著什麼? 就是產能提升 你要把車交給別人的時候 才會有交付量的上升 對不對? 交付量上升也代表你多賣了車 OK? 第二件就是什麼呢? 就是增加平均售價 ASP的售價 就是平均每架車的售價也上升了 大家都知道 其實去年Tesla也是一直加過幾次價 OK? 但是呢 正常你想想 其他車廠大家都是鬥便宜的 Tesla一直加價 慢慢加下加下加上去的時候 其實 不單止 完全沒有影響到它的銷售 而且它是在這麼嚴重的通脹環境下 或者這麼大的競爭環境下 它都可以保持加價 我稍後也會告訴你背後的概念是什麼 為什麼它可以一直加價 人們都會一直買 OK? 然後在利潤率方面 它也有說過 就是這裡 為什麼利潤率會提升呢? 就是 雖然是有通脹的壓力 但是呢 它的成本 就是每架車的製造成本 都是壓縮了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過去一年裡面 通脹的壓力其實是很厲害的 不單是你那些柴米油鹽 而是你任何製造業環設任何的材料 包括整條供應鏈 或者可能是封城 然後導致供應鏈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芯片 芯片的價格也上升了很多 是不是? 就是你在這些不利因素的情況下 它還可以去壓到每架車的製造成本 這件事是非常誇張的 待會也會解釋 OK? 好 接著之後 我們再看看它第三章的數據 它這裡寫了它的operating margin operating margin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當是它每一元的收入裡面 有多少錢是自己剩下袋的 OK? 有多少錢是剩下袋的 因為你有買原材料 中間也有廠房 也有很多 OK的卡啦 那些雜費 是不是? 那你operating margin 意思就是說 你到最後可以剩下袋的錢 那麼 你可以看回它的數據 就是由2021年的quarter one 5%多到11% 然後14%多 接著去到2022年的quarter one 就是剛剛的時候 它就去到19.2% 這個是operating margin 就是它每賣 你當是1萬元的車的話 接著它就可以有1,920元落袋 剩下袋的錢 這個又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目 就是它其實已經是接近一個純利率 這樣子 有一點點不同 有些東西沒有計算下去 但是接近純利率 你想想 在這個世界上做生意的公司 其實 真的不是很多公司是可以做到19.2%的純利率 而且是一個這麼大規模的公司 它也可以做到19.2% 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OK? 就是為什麼market會給它這麼高的估值呢? 就是 我剛才所說的全部都是一個原因 之後我會考慮的 OK? 然後到最後看完一個數字 就是free cash flow 自由現金流 自由現金流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其實就是將營業產生的一個淨現金流 減回它的capx 減回它的資本開支 就等於自由現金流 你可以簡單點理解就是 自由現金流的話 就是你這間公司可以自由支配的資金 可以自由支配的資金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它的自由現金流 都不斷不斷上升 這個季度又增加了22億的美金 可以自由支配 這個其實自由現金流 最主要就是用來反映到底它這間公司的財務狀況是否穩健 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最怕的一些公司就是 你本身是 可能你本身生意的引擎是沒問題 你很多錢流入 但問題是 你真正可以支配到的錢很少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拿了很多錢拿去還債 或者你是很重資本 接著你要在設備方面投入很多資本開支 其實你賺多少錢都好 到最後都可能是不夠花的 但是 Tesla又說的話 它在這幾個季度 一路都是正數 而且正數得來是越來越多 所以財務狀況 在它一路擴張的時候 它也是越來越健康 所以財務狀況是非常好的 好了 我們剛剛就說了 它什麼營收之類的 revenue升得這麼厲害 我們再看看它 它賣車為什麼賣得這麼好 它賣車 我們首先看看它到底賣了多少部什麼車 OK 它最主要其實 收入來源就是來自於四款車 頭偷的就是Model S和Model X 這些就是一些比較高端的車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如果有了解電動車都知道 Model S和Model X就會比較貴 它在一周一的時候交付14000多部 而它其實賣得最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Model 3和Model Y 這些就是相對比較入門級的 入場的門檻 比較低的電動車 它總共交付了20 對不起 我們看交付 如果Model 3和Model Y 就交付了295,000部 加起來的話 它上一周 只是2022年的一周 已經交付了31萬部車 OK 而且你看回它 對比之前的數據 由18萬部加到20萬部 加到24萬 加到30.8萬 加到31萬 產能和交付量都不斷地提升 OK 不斷提升的時候 它的收入可以 就是realized的收入就越來越高 對不對 好了 然後 我們就了解一下 為什麼它的交付量可以不斷上升 還是產能不斷擴大 是不是 我們就了解一下它到底有哪幾家廠 以及往後的產能 到底可不可以繼續持續增大 其實最主要它的GIGA factory 現在 在2021年的時候 主要投入營運的是頭兩個 第一個就是California California 第二個就是在上海 California那個的話 你看它 Model S和Model 3這兩邊加起來的話 它一年的產量就可以去到60萬部 上海那個也厲害 一年就可以超過45萬部 它現在就是在德國的柏林 和美國的Texas 兩邊都有新廠 已經是起源 已經開始投產 我和你講 OK 已經開始投產的時候 柏林這間廠 它一年其實如果是全能力的話 它又可以生產多60萬部 Texas這間的話 差不多都有幾十萬的產能 你計算一下 其實它目前來講 我不計算柏林和Texas California和上海這兩邊的話 它每年就可以交付大概100萬部左右 而它去年 其實它去年全年來計算的話 我看看後面的章有沒有 不要緊 之後會有的 但是我先和大家講 去年它全年Q1至Q4 它總共交付了93萬部車 93萬部車 那麼 如果以目前來說的產能來計算的話 其實都已經用到很盡 對不對 你要想一下 如果它之後的資金要繼續增長 它一直有規模效應 成本越來越低的時候 那它是不是一定要保持著 擴充它的產能 現在就是剛剛好 德國的柏林和Texas兩間廠 都已經開始投入營運 那麼今年來說 其實如果只要是正常的情況 我不跟你說 真的又不知道為什麼歐美那邊又封城 然後又封城 或者整個供應鏈真的斷得很厲害的話 它這兩間可能可能分分鐘 今年也可以貢獻差不多100萬部的產能 就是100萬加100萬 今年其實它如果全能力的話 它可以做到200萬輛車 那麼去年賣90多萬部的時候 有這樣的資金 今年如果它真的可以買到 譬如150萬或者160萬部車 甚至乎去到200萬部車的時候 它的資金就會更加高 對不對 而且資金更加高的時候 我跟你說 它那個margin 和它那個operating margin 就是它那個經營的利潤率 可能是會更加高的 因為是一個規模效應 你明白嗎 所以 在今年來說 管理層給了一個目標 就是今年他們的目標 就是銷售交付150萬部車 去年是93萬2千部 即是實際 去年是93萬2千部 其實去年本身年頭的時候 管理層定定定80萬部車 後來已經修改過一次 他們目標希望是追100萬部車 但到最後就脫了 差幾萬部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3月底的時候 上海封了城 大家記不記得 在3月20日不夠的時候 上海封了 其實它在上海的產能 其實損失了十幾天 損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 其實也是會有一點影響 但是 無論如何 不要緊 就是這個 在今年 2022年的時候 管理層的指引 就是交付150萬部車 即是比起去年93萬2千部 就增加大概六成左右的交付量 OK 這個數字你先記住 因為到了最後的時候 我們計算它的估值的時候是有幫助的 好了 那麼 在去年 2021年全年的年報的時候 其實Tesla 就展示了一個圖 這是挺有趣的 就是它計算了 它在過往這麼多年來 它到底可以為投資者 帶來多少收益 到底淨收益是淨數還是負數 你可以看到就是從2010年之前開始 那麼其實呢 本身的收益一直是負數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以前是一路蝕錢 一路蝕錢 蝕到什麼時候呢? 蝕到最高峰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 最高峰 如果你單年度計算的話 就是2017年是蝕最多的 但是因為去到2018 2019 它都仍在蝕錢 全年來講它都仍在蝕錢 所以呢 這個 cumulative probability 就到了谷底 然後2020年 2021年 一下子 就回到正數 正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今年一年賺的錢 或者你計算2020年 雖然2020年是很少 這兩年加上賺的錢 一下子 它已經是多過了過往這麼多年蝕的錢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 logic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很多人 去到看一間公司的business model 或者看年報的時候 它會很斟著於 到底這間公司今年是賺錢還是虧錢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因為我之前講美團的視頻 裡面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就是其實它在目前來講賺錢與否 根本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 它的business model 可不可以是 當它虧到差不多一個位置 它形成了規模效應 甚至乎形成了壟斷之後 它一收縮資本開支 然後純利就可以爆升 特斯拉就是給了一個完美的例子 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 就是在過往這麼多年蝕錢都不重要 沒有問題的 你想想 它如果要將過往這麼多年蝕的錢 賺回來先的話 它一年 它已經可以賺回過往這麼多年的錢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爆發式的 爆發式的盈利增長 它不會是說突然之間 今年一下子賺得很好 然後下年又蝕下去了 是很難的 我跟你說 因為它整個業務的框架 業務的規模 包括它市場壟斷的地位 它的產能的利用率 那個productivity 它已經形成了一個龍頭 它形成了龍頭之後 這個雪球只會是越滾越快 它賺的錢 是可以是越賺越多 越賺越急 我跟你說 所以為什麼 很多人都會問 就是說 譬如我用美團來做例子 它現在去社區團球 它虧很多錢 燒很多錢 但是問題就是 資本市場為什麼 都給它這麼高的估值 原因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這樣 看到嗎? 就是因為這樣 你虧錢 虧錢 燒到一個點之後 其實資本市場大概會預告到 他們到底有沒有信心 你這個團隊 這間公司可以做到 只要投放到一個 特定的時刻的時候 你的盈利就可以爆發 那麼 Tesla就是一個很完美的例子 OK 這張圖也可以去解釋了 為什麼這麼多的互聯網企業 都要燒錢燒錢 搶佔市場 然後就開始賺很多錢 OK 好 看看下一張 那麼 我們了解完它一些基本的數字 我們就開始了解一下 到底它的生意模式 我們應該怎麼去理解 為什麼它可以有這麼強勁的競爭優勢呢? 我們先看看 這個是它GIGA Factory的一張圖 為什麼我截圖給大家看呢? 就是 我想大家去了解一下 就是它那個 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 它現在賺的錢是越來越多 但是 其實為什麼它到最後的利潤率 是越來越高 因為它賺的錢多了很多 但是它控制的成本方面 它控制得非常好 其實你在製造業來說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容易理解到的 就是 其實當這個規模越大的時候 規模越大的時候 你每生產多一件產品 的per unit cost 就會越來越低 對不對? 就算你可能 哪怕你只是經營一間市多 和超級市場去比較的話 一間市多你可能只是入一兩箱的貨 但是超級市場的話 是入一兩季的貨 他們是不是入貨價已經便宜了很多 對不對? 而且就是 你一間市多 可能你沒有這麼多資源去做一些自動化 你全部都要聘請人去做 當你聘請人去做的時候 而且你 可能埋債 卡拉東西 你都要很多人力物力去做 但是你譬如你論超級市場的話 它全部都可能已經是有了自動化的機器 傳媒有收穩機 它背後有了PoS系統 這樣已經是幫你 你按一個按鍵 你就可以計算所有的數目出來 對不對? 那麼它對於 它的入貨又便宜一點 它人員的成本又低一點 對不對? 那麼它每做多一元生意的時候 它的編制成本 的marginal cost 是不是就會越來越低? 其實同樣道理 在製造業 也是非常明顯的 就是它入貨的原材料 因為它的規模效應 它又可以越做越低 而且它的供應鏈可以是非常穩定 為什麼? 因為你的芯片 就算你不供給所有電動車的公司 你沒有理由不供給Tesla 為什麼? 因為它是龍頭 你不供給它 首先第一 你自己的生意會大受打擊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不供給它 又或者你答應了它供給它 但是你到最後供不到給它 你還要賠錢給它 你還要賠很多錢給它 對不對? 因為它的抗議能力大 它可以跟你簽訂一些很辣的條款 對不對? 但是它這麼辣的條款也好 在上游 所有的供應商 或者什麼 所有的供應商 芯片也好 或者那些鋁材、鋼材那些也好 其實你都會是 很希望可以跟它做到生意 對不對? 情形就等於Apple一樣 最有抗議能力的 全世界的手機製造商 就是Apple Tesla現在就是獲得這個壟斷地位 而且它現在開始形成了一個規模效應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operating expenses 就是Q1和去年Q4的一個比較 沒有cap revenue 但是revenue剛才一直上升 它的revenue一直上升 但是你看到它的operating expense 經營的開支 是由22億減到18億 就是它賣多了車 但是反而它的operating expenses 還是越來越低 現在明白嗎?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規模效應 加上它之前很重的資本投入 很多自動化的一些東西的時候 現在的效益就開始彰顯了出來 這些效益會不會是 只是今年一個季度 才能彰顯到 下個季度 它的成本就會高 不會的 這是護城河 它所有安裝的機器 它的產能 永遠是 就是這樣 它只會不斷繼續提升產能 它的產能不會是 現在可以弄一百萬部 之後突然之間只剩下二十萬部 是不是? 除非你只是打仗 它的廠被炸了 你明白嗎? 你撇除這些極端的情況 是不可能發生的 OK 所以 第一件想大家知道的就是 為什麼它的成本 可以控制得這麼好 而令它的順利 升得這麼誇張 OK 好 接著之後 第二件要去了解的是什麼呢 剛剛講過的 它的車款裡面 它有Model S、Model X 接著又有Model 3和Model Y Model 3和Model Y就是打低端的 你看一看它的定價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定價 就是Model 3是最入門級的 它的定價如果基本入門的話 是三十多萬港幣 其實現在Tesla的銷售 第一大市場是美國 第二大是中國 我用中國來做例子 就是 你如果對比人民幣 是二十多萬一部車 如果二十多萬一部 二十多萬人民幣一部車的話 你對比如果傳統車 你只能夠買什麼 只能夠買TOYOTA 只能夠買TOYOTA 就是日本產的一些車 你就可以二十多萬個預算買到 但是同樣道理 如果你是用同樣的資金 你是一樣可以買到Model 3 而Model 3 這個電動車給人一個感覺就是很高級的 你駕駛出去 不知道為什麼 人們都會覺得帥氣一點 帥氣一點 帥氣一點 所以你想想 它一個降維打擊 定了在二十多萬人民幣的時候 接著已經將傳統 所有之前人們會買日本車的 很多的購買力 就吸了來Model 3 它還有另一部就是Model Y Model Y也是貴一點點 因為它是大部一點的 類似SUV那些 跟SUV那邊去到競爭 但是它貴極呢 它也是貴一點點 你圍回可能也是二十美人民幣 或者三十頭人民幣 又是完美的 吊打了所有其他傳統車廠的一些 終端的SUV 你明白嗎 所以 其實在國內來說 為什麼國內 因為國內人口多 所以 它很快就已經可以成為了 第二大的銷售市場 就是因為 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 因為它的定價非常有競爭力 非常有競爭力 那麼 是的 那麼 我有一部分國內的朋友 其實在現在 他也是 已經 真的有很多人 拿著這個預算的話 我倒不如買Casla OK 那麼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呢 油很貴 對不對 尤其是自從俄烏戰爭之後 其實油更貴了很多 你可能 其實在香港 可能是一個比較富有的地方 而且一個地方小 所以 其實雖然油貴 但問題是 因為地方小 你很少是會說真的開百多二百公里 除非是賺車 但是如果一般人去到應用 去到開車的話 我就算當你新界出港島 你最多都是 二十幾三十公里 你不會說單程都要開到超過一百公里 但是如果在 撇除香港以外的地方 不一定只是大陸 就算在美國也好 人家真的可能是 地方大很多 然後他要從一個城市 去另一個城市的時候 可能最最低限都要開 百幾二百公里 甚至乎去到幾百公里的時候 這些油價上升的幅度 就很影響到你 每個月要銷的錢 對不對 Tesla為什麼可以保持加價 但是人們都是買 因為現在很多轉了電動車的人 其中一 就是剛才所說的考量就是 他可以 好像是小型的 Tesla 而第二件事就是 他會計算他之後每個月的開支 那個燃油的開支 燃油的開支 是比充電非常非常多的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現在的油這麼貴 而且你看到將來的油錢 都會越來越貴的時候 那倒不如就轉電動車 因為每個月我都可以省這麼多錢 好了 他有這樣的預期的時候 現在的Tesla 加價 其實 它也是油價上升的受惠者 因為油價上升 令人的預期 覺得之後開傳統車會非常貴 所以現在就算Tesla 加價也好 我覺得我之後都可以省回來 所以Tesla 因為電動車本身就是傳統燃油車的替代 而燃油成本越來越高的時候 其實對於電動車的相對性價比就越來越高 所以甚至Tesla加價也好 人們都是衝著去買 好了 然後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個點 就是Tesla 是一間很有趣的公司 其實它不是真的 傳統的很多消費品 或者一些車廠也好 它們都會投放很多錢 很多成本 去做廣告 去賣廣告 但是Tesla 其實 以我收集回來的資訊 是它們不用花錢去做廣告 為什麼 因為整個Tesla裡面最大的廣告就是什麼 就是Elon Musk 其實他非常厲害的一件事 首先第一 就是他本身已經經營做KOL 他做得非常厲害 之前全世界最大的KOL是誰 是Donald Trump 現在是誰 Donald Trump下台之後 就是Elon Musk 是不是 所以其實 他本身自己個人的一個光環 他已經可以賦予Tesla 一個好像一個 就是一個光環可以套在Tesla那裡 而且 對於Elon Musk所說的話 他不拿錢 或者不扔那麼多錢 去推廣Tesla的廣告的話 他也可以省下不少的錢 或者省下不少的利潤 他可以做什麼 射火箭 對不對 射火箭其實很厲害 表面上他就可以造福到之後將來 這個全世界人民的一個福祉 可以探索太空 但實情其實是什麼 除了這些好處之外 還有好處 就是他可以無緣無故 用省了回來的錢 然後去到 去到煲了一間又幾千億美金市值的公司出來 這間幾千億美金市值的公司 他又可以拿到銀行去做很多的refinancing 低息去到貸到很多的款式出來 這些全部都是憑空去創造出來的 當然不可以說完全憑空 也有他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有這樣的技術 開發的工價 對不對 他是很厲害的 我不是說他是騙子 他很厲害 但問題就是 他就是不用錢去做廣告的 但問題是他最佳的廣告就是什麼 就是一就是他自己 二就是射火箭 OK 射火箭然後轉過頭 又可以令到他光環更加好 市值更加高 然後可以refinance到更多的錢回來 這個flywheel 這個飛輪 就是整個循環是做得非常之好 OK 所以 為什麼Tesla的成本 也不會說真的隨著這個銷量增加而上升很多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以前來講的話 就是傳統的來講的話 你就是要靠這個 你想買多些車 你就要做多些廣告 是不是 做多些廣告的時候 然後這個成本也會上漲得很快 是不是 Tesla是不用的 OK 所以為什麼他控成本控制得這麼好 OK 好了 那麼 還有一件事要講一講的就是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現在Tesla 其實跟十年前的Apple 是非常相似的 十年前的Apple 最初的時候 它是賣這個手機 它最主要的generate revenue 最主要的收入的來源 就是源自於 硬件 就是手機 但是後來慢慢現在發展到 就是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Apple的業績的話 它大部分的收入來源 現在已經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它的service 它什麼service 就是iOS裡面提供的所有的service 明白嗎? 就是它由一間製造硬件的公司 然後慢慢玩玩玩之後 它到現在就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就是由這個服務 去到generate 回來的 你想想現在的Tesla也是 現在的Tesla就是 它賣車 它厲害就厲害 兩間都厲害 就是它本身已經做到那件事極致到 就是你本身買硬件已經賺錢了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 你現在表面上看它的賺錢 其實未必是它真正你十年之後最賺錢的東西 十年之後的話 它有可能是它的自動駕駛系統 又或者是你每一部車配備了Tesla自動駕駛系統之後 你在生活上面所有的application 對不對? 就等於Tesla裡面的iOS 現在其實還是一個很初步的幾個階段 手機就已經發展了十幾年很成熟 其實電動車來說也是發展了幾年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如果它要繼續發展起來的時候 你想想它那個自動駕駛系統 又或者是Tesla裡面的iOS 它將來可能是可以生產到 比現在的硬件更加更多的錢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整個發展軌跡 都會比較像Apple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它Tesla的potential 似乎是更 好像比Apple更瘋 Apple你也叫做 買硬件 因為每個人都需要手機 對不對? 但是購買車 應該說你不會覺得它那個 它又不是賣得貴 你不會覺得它那個 的營運率可以這麼高 但是現在已經這麼高了 所以真的很誇張 經營效益 可能它可能做得比Apple更好 OK 這個就是自動駕駛系統 剛才也解釋了 將來你所有的東西 自動駕駛也好 或者你生活所有的應用 買東西也好 購物也好 或者你要娛樂 也好 甚至乎你可能是需要在車裡面做的所有事情 你都可能是可以透過它那個系統 然後就完全去滿足你 OK? 好了 去到第三個環節 就是我們要計數 計數 稍後講漏了一件事 很快趣 就是它的自動駕駛系統 你也可能說 不是 有很多公司 例如小鵬 蔚來 理想汽車 大陸有很多牌子 都在跟它競爭 是不是? 自動駕駛系統 其實有一樣先決條件 就是你永遠是龍頭的話 很多時候很經常 很大概率就是以後你也是龍頭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可以看看數據 2020年4月份的時候 就是兩年前 Tesla已經公佈了它自動駕駛的數據 已經累計超過了48.2億公里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你現在每一部Tesla的車主 它都帶著很多不同的車鏡 然後它就一直在路上走 是不是? 因為它是first mover 它是第一個 而且是它第一個最成功的 在2020年4月的時候 它已經收集了48.2億公里的一個行駛數據 但是在2020年底 就是已經遲過Tesla 蔚來 剛剛才剛剛突破1億公里 小鵬在2021年5月 就是去年5月才剛剛突破500萬公里 才突破500萬公里 所以你想想 在要發展這些自動駕駛系統的時候 資料就是最重要的 資料就是資產 對不對? 因為你透過AI 透過AI的運算 你越來越多的大數據 越來越多的大數據的時候 你的運算 才會越來越精確 越來越準 你在這個行駛數據方面 你現在 全世界有哪一間的車廠 是可以跟Tesla去匹敵島的 Sorry 真的沒有 所以它這個領先優勢是永遠的 它這個自動駕駛的系統 很大很大機會 以後都是它最領先 除非真的有一種有Distruptive的技術 OK 如果不是的話 它永遠都是一個龍頭 而將來來說 它也可以是靠這個自動駕駛系統 吃得更大的糊 OK 好 到第三部分 看看它的股價 以及看看它的股值 股價方面 我言簡易改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由2015年開始的數據 我們只需要看什麼 它什麼時候開始升 因為我們要看它什麼時候開始升 我們再看看它的年報 我們就知道為什麼它會升 在2020年年初的時候 其實Tesla 才是由幾十元升到百多元 就是由2020年的前半年來講 才是真正開始開啟這個升浪 對不對 我們就看看那時候的財務報表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從2019年去看看 2019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的平衡 都是處於一個虧損的狀態 是嗎 虧7億 虧4億 後來就開始有點扭規 賺1億 賺1億 但是全年加起來都是虧錢 對不對 跟著之後 那個自動的 大幅度 都是20%左右 對於現在 30%多 而它的營運益 即是實質代表的錢 就是 2019年初一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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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比較緊縮一點 大家也記得 到了2020年 疫情爆發的時候 美國佬才會再發瘋 發瘋 印錢 對不對 那時候 你看回它 有一個 對不起 開放這個 是的 在2019年的時候 其實股價還沒有移動 去到2020年的時候才移動 好 我們看看2020年的數據 2020年的時候 開始 如果我們看浪漫 的話 開始賺2億 賺4億 賺8億 賺9億 看到嗎 開始維持爬波 而且Q1和Q2 你想想增長是雙倍上升的 這裡和這裡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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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就是它是從2020年的前半年開始 它才在財務報表上面 開始大爆上去 而其實爆得最厲害就是Q2和Q3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市場是前瞻性的 是前瞻性的 所以你看到它從Q1開始 市場已經是預計 是嗎 已經開始報定上 開始炒定上去 到你真正確定的時候 就已經是再繼續狂爆上去 OK 接著我看看margin 剛剛 上一張就是20左右 接著你看到margin開始上升 25% 25% 27% 24% 即是已經開始是 平均的margin已經開始上升 是不是 所以 你再看看今年 今年就是 它用浪漫去看 賺10億 賺16億 賺20億 賺28億 是不是 接著它最新的quarter 是賺37億 對不對 所以 就是 一個 它完全是無限的 營利增長 就是因為營利增長無限 operating margin 又不斷上升 gross margin 又不斷上升 所以你就看它 現在這個股價 就是不斷不斷不斷地向上升 對不對 你也可能會說 不是 它升得真的有點誇張 是不是 我們再計算 到底它是不是真的升得很誇張 假如 如果2021年 不是 假如這個是事實 就是201年的時候 汽車交付量是93萬多部 是不是 剛剛說了 202年的目標 就是150萬部 我們就可以 計劃一下 這個是管理層比的目標 所以按年 它汽車交付量 就是 正常的情況下 都可以增長到六成 OK 例如我假設 它今年的經營利用率 都是19.2% 因為現在剛剛好 剛剛剛剛的quarter 就是第一個quarter 就是19.2% 而且它不斷在膨脹 我先假設 我假設它今年之後的 另外三個quarter 都不再膨脹 這個operating margin 不再膨脹 OK 都是保持著 全年都是19.2%的話 那麼 2022年的總營收 我們就可以計算了 就是怎樣呢 就是 將它去年的總營收 538億 我們乘回1.602 就是增加60.2% 假如所有東西都是 成本也是差不多 margin也是不變的情況之下 就是今年的總營收 就會因為交付量多了六成 而上升到862億 而如果它的經營利用率 都是保持在19.2%的話 它今年是可以賺165億 OK 今年是可以賺165億 如果它2022年 我假如它真的賺到150至160幾億的話 你相比現在剛剛好 大概1萬億市值左右的話 它是多少倍 2022年的PE 62倍 不是你想像之中這麼誇張的 不是之前那些說幾百倍幾百倍 你明白嗎 其實之前幾百倍的原因 是因為你在看滯後的數據 你如果用它去年全年五十幾億來看的話 現在都是五十幾億的純利來看的話 現在1萬億都是二百幾倍 但問題是因為它那個純利增長得很快 它賺的錢增長得很快 它去年可能是說五十幾六十億的純利 今年你就是這樣計劃它 它已經可以賺一百六十幾億 如果一百六十幾億 你對比現在這個市值的話 其實2022年的PE只是說六十二倍 六十二倍 你對它按年增長是由五十幾六十億 去年可以六十幾億 六十幾億 增長到一百六十幾億 它按年增長是在增長254% 按年增長254% 但是對它2022年的PE是六十二倍 PEG是多少 大家自己計算一下 PEG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增長10% PEG如果要一的話 那就十倍PE 就是叫做一個比較合理的PE 如果你說是 它今年你預計它 增長是254% 其實它現在254倍PE都不過分 PEG也是等於一的 而且如果你用目前的股價去計它的話 它現在的前度PE大概 只是說六十幾倍的PE OK 所以呢 大家經常會問 就是說 不是啊 它現在真的升了很多很多倍 但問題是你要前度看 明白嗎 還有一件事就是 它已經升了很多倍了 但是大家記住一個概念 就是什麼呢 它現在的順利是不斷上升 但是發覺它第一次的時候已經沒有再上升了 股價 沒有再上升就是什麼 股價或者市值不升 但是盈利不斷上升 只要它的股價持平的話 而它的盈利不斷上升的話 其實它已經在整固或者調整著了 因為你的盈利一直上升 股價不上升的時候 你的PE一直已經下降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有一個錯誤的概念 就一定覺得是 一些股票一定要是跌到反土的時候 才代表它調整了 不 如果它一間這麼高增長的公司 它盈利是不斷爬升的時候 只要你的股價暫停上升的話 時間已經是可以足以換取它 壓低PE下來的了 明白我說什麼嗎 所以來說 你說我覺得Tesla 會不會是 說你升到上升到1000元 你回到500元也不過份 不是的 如果你對比它的盈利增長來說 回到500元是很過份的 我跟你說 你只要是 其實它只要真的 維持這個價格 假如它如果今年 全年來說 它都不再突破 它都是900至1000多元左右 在動來動去的話 它今年的PE已經由200多倍跌到60% 剛才跟它計算了 是不是 只要跌到60多倍 如果2022年4P有60多倍的話 現在1000元你要它跌到500元 一間這麼高增長的公司 你想4P30倍賣給你 你又上升 我也很上升 你明白嗎 我也真的非常上升 OK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它 你要它怎麼去大死的話 真的很難 我跟你說 如果它也大死的話 整個市場是全部死掉的 我跟你說 可能是 如果Tesla要跌五成 可能納指跌了七八成 已經是世紀大股災 或者是08年金融海嘯 雷曼級別的那些大塌市 你明白嗎 所以 那個機率是不高的 你看回它目前的發展 和目前財務數據的增長 OK 所以我覺得 它橫行整固 它一定需要時間 我是不是說 現在你一定要全入 立即衝進去 不是 它其實有些調整是很正常的 譬如如果之後美聯儲加息 市場又會擔心 那可能 譬如NQ 就是納斯達爾指索那些都會調整 你整個大市調整下去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 你譬如可能NQ跌兩三成 那可能Tesla就跌一成 或者十幾個百分比這樣 你明白嗎 即是它的抗跌力 它絕對是會比整個大市都要好 我跟你說 如果你連Tesla都洗倉 的話 整個大市其實真的出了很大問題 整個世界都已經出了很大問題 OK 所以 把一些技術的阻力支持給大家 我畫了一些給大家 現在目前來說就是 一千零百元 昨晚收市的價格 其實它上方有兩個阻力 這些阻力其實都不小 坦白說是不小 所以我覺得也不需要太擔心 上面就是1,187 接著是1,169 這兩個都是在 我綜合很多的成交市場的價格反應來講的話 或者成交數據 只有GEN出來的一些阻力位 你可以見它就是公佈了 即是它的年報公佈之後 其實它跌高了 跟著其實你也是跟著大市拉下去 所以在這麼強勁的年報下 它還未說很急著地飆上去 所以你也不用說太急著的 我們看看上面兩個阻力 1,187 1,169 其實如果它站在1,169之上的話 其實就沒有什麼阻力了 因為已經是歷史新高 是不是 我告訴你會繼續飛 但是 短期這個市場情況 你要它很輕易地突破 除非在它本業或者 一些數據上 它有些真是很再利好的消息 如果不是的話 參照目前的數據來說 上面的阻力是比較大的 下面的支持是多少呢 就是你可以看看 例如976元 下方 即1,034是一個 976元是一個 而這些都是最近上落的波幅區間 你說如果之後突然之間 可能真的NQ 因為美國佬加息 然後很害怕 或者洗一浸下去的話 你下面就看看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是比如說這些位置 就開始有大一點吸引力 譬如是896元 就是穿900元 以及793元 穿800元 就是800至900左右 這些位置 我個人來說 就可能會開始 去到收集 或者去到加一點倉 你說 當然 你說它有沒有可能跌到700元 600元 500元 都不可以說是沒有機會 除非真的可能 在它的產能方面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這些風險發生了的話 影響了它2022年2023年 那個盈利預測的話 當然它也是可以去 去賺下去 但是真的在目前這個資訊 就是目前的數據來說的話 我看不到它有任何太多的下跌的空間 如果你說真的跌到500元 但是它的生意依然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沒有任何轉變的情況之下 我跟你說我真的當底褲 我都全入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OK 但是通常你真的跌到600元 500元的時候 可能是真的在本頁上 或者基本上 出了一點問題 到時候我們的盈利預測 是要調整的 但是 在目前來說的話 我覺得 900元 800元左右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合理的價錢 就算多極度也好 我覺得你要穿之前這個底 700元這個位 這個底的話 在它公佈了 Quarter 1業績之後的話 這個數字更好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真的再下來這個 這個位的可能性 都不是這麼大 OK 那麼 今天就和大家 我們現在 走過了一次 整個Tesla的一個 投資的邏輯 它的商業的模式是怎樣 以及我們大概應該是怎樣計算 去找回它一個相對合理的一個估值 那 都是那一句 我不是 以上所說的所有的東西 並不構成任何的買賣建議 我不是說它一定會升 或者一定會跌 只不過我自己 對於Tesla的理解就是這樣 而我自己也要根據我以上所說的數據 去制定我自己的投資策略 那你們所有我所說的 只不過是為了興趣 去分享給大家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OK 所以大家 買入也好 賣出也好 不要相信我 不要根據我任何的東西 而去做任何的投資決定 OK 你自己的投資 只有你自己可以負責 OK 好 希望今天大家喜歡我所說的內容 或者覺得我的內容 對於你們是有幫助 如果喜歡我內容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這個頻道是除了港股之外 美股和Crypto 很多新的投資機會 或者一些股值的模型 或者一些投資的邏輯 我也是會和大家分享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方便的話 幫我給個Like 大家如果有哪一種是希望我去分析一下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告訴我 如果我覺得是有價值去講的話 我也是會再和大家去分享的 好 我們下次再見 乾杯